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运气氧事件甚至从八卦吃瓜性质上升到了社会热点话题 央视点名批评了带运气氧践踏底线 法律道德上都难容 之前的报道中有带运妈妈遭退货的事情 之后又有这次郑爽疑似带运气氧的事情 曝光的录音中打也打不掉 我都烦死了 更是令人愤怒 在张鹏放出了一系列的证据后 郑爽终于首次做出了回应 表示自己在中国国土之上没有违背法律 在境外也是 并强调自己遭到勒索 以曝光隐私的勒索 很多网友看了郑爽带运风波的回应后 第一反应就是有些看不懂他在说什么 逻辑通了 标点符号正确了 自都认识就是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不少网友纷纷求看懂了的给个阅读理解 其实关于郑爽回应疑似美国带运气氧的仪式 可以概括成以下几个信息 第一段其实就是承认了带运的事情 结果被对方曝光了 第二段的意思表明他带运是自己的隐私 而且国内不让他出国了 又没有违背美国法律 不过还是有几个信息 点拆出来可以理解一下 郑爽似乎说了自己被勒索 还在最后一次表明张恒提供的证件都不算数 早在昨天就有预言称别等郑爽的回复了 他回复了我们也看不懂 而在郑爽回应后 自称是张恒好友的博主也出来 继续爆料了 信息量真的好大 该博主爆料里对郑爽的回应很不满 还说张恒被郑爽坑惨了 张恒作为一个富二代不缺爱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也有自己软弱的地方 他透露待遇是郑爽的主意 张恒是作为配合的一方 原因是郑爽想要孩子又想继续到处捞金 对于郑爽回应中称自己被威胁的事情 自称是张恒好友的博主直言看不下去 爆料郑爽让张恒要么把孩子扔了 要么把答应给他的钱还回来 还说他从一开始恋爱就在挖坑 那两千万说是把张恒从其他公司挖出来的费用 以及给人十年的工资 当初两人合伙创业时 张恒是被郑爽用感情逼出来的 做那些坑粉丝钱的东西 而就在今天郑爽张恒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在上海开庭 张恒远在美国没法现身 郑爽也没有到庭审现场 所以也有不少网友质疑张恒选择在昨天爆料郑爽 跟今天的庭审会有关系 自称是张恒好友的爆料理 张恒完全就是受害者被利用成为工具人 还在精神上被折磨 还称郑爽买热搜 网络暴力张恒 更是描述了张恒在大雪天开车去接第二个孩子 在路上看到对方买的热搜时 抱着孩子哭到崩溃的情形 还透露张恒的父亲 说要无论怎么样 都要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公平 曝光的信息量还是挺大的 他还表示自己不是想要蹭流量 只是因为看不下去了 不过这次的事情 曝出来的内幕越来越多 不知道最后会怎样收尾呢 郑爽的事情之前也曾经爆出来过 但是大家都没太当真 就是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女星会做的事情 完全是在自觉后路 不过随着出声证明 庭审记录 录音接连爆出 这个锤子锤得明明白白 郑爽待运气氧后 首次回应被质疑看不懂 张恒好友继续爆料 信息量好大 对于这件事情 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我这次订阅 我看了 我看了 感谢观看